恒生指數期貨在1986年5月6日推出 至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 在以往不是那麼多人接受 但隨著風氣的改變 投資者已變得積極進取 已愈來愈多人接受 今次我想請教羅Sir 究竟做期子短炒好還是過夜好 如果做期子短炒的話 需不需要很多時間 要我們每分每秒都看得住 其實短炒期子來說 要每分每秒看著市 不過有一個懶人做法 可以幫助我們 怎樣懶人做法 意思是每天可以用10分鐘去看市 10分鐘可以嗎 如果你說可以就行了 那怎樣做呢 我們晚上計算過價位 看哪個位置有支持點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入市買入 你說什麼時候做到的 不知道 我們先放一個盤 放一個盤在這裏 就這個價位買入 到時真的做到的話 我們再有一個盤 自己會吃糊 有一個盤就會指時 這個叫牛市與熊市盤 做法很簡單 但令到你沒有入市裡 減輕你的時間 在看市方面可以專心工作 做期子買賣裡面 還有其他方法 有其他盤擺的 有什麼盤擺呢 擺這個OCO 即是你看著市入市之後 到價來講 它就會上面吃糊 下面指蝕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還有一些積極一點 有些食糊追蹤盤 什麼意思呢 入市之後 市炒高 我們定回食糊位 一旦市再炒高 食糊位自己會提升 追著它走 這些來講 都可以令你的利用增加 亦都可以付出的時間 不用太多 都可以的 如果過夜的話 風險又會不會很大呢 但是又會不會賺到很多呢 過夜風險是會大些的 有時高風險高回補 因為為什麼呢 過夜買賣裡面 賺得多些的 講個比喻 等於打麻雀 打麻雀就說 如果你做一個雞糊的 食糊會快 但是賺極有限 如果做八番來講 就不同了 賺多很多的 過夜來講 等於做八番的意思 當然賺會多 不過風險會大一點的 不過過夜來講 有些人始終擔心 過夜遇到一些風暴 911 說這樣怎樣 很大風險的 其實不用怕 我們擺盤 擺什麼盤呢 擺期權盤 比方來講 我們現在期指 24,000點採貨的 我們擺過什麼盤呢 22,500點 做過什麼呢 做過Long Put 即是做過買入認沽期權 但是跌下來 我們買入認沽期權來講 就會賺到的 去彌補期指的下跌風險 這些方法用得到的 聽說期指班有模擬片段入市訓練 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模擬走勢的入市片段 是怎樣呢 將一些以往的走勢紀錄 抹下 給大家看 看一些急升、急跌、環境狀況 如何入市 例如平均線 一些走勢圖 這個相當適用的 給大家有個練習的 如果做期指買賣 有什麼需要留意的呢 做期指買賣有什麼留意的地方呢 有 留意到什麼呢 風險管理 做期指買賣做錯來講 要怎樣呢 要止蝕 一定要做過一件事 因為做期放賣賣 一旦不止蝕 可以越蝕越多 另外留意到 叫媽展問題 我個人做期指買賣 一般來說 就不會叫媽展 意思是做錯了 寧願止蝕 或者減貨量 避免抗媽展 因為有時補倉來講 越補越多 到時去到某個階段 就不拖不水 為什麼呢 補的就輸得更加大 不補要即時斬腩 輸就輸很多 所以這個狀況來講 要特別小心 在風險管理方面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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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會